上一回都跟大家介绍过了 为什么华人昌寄区要由太平山街搬到荷里活 再由荷里活搬到食堂醉 今天准备跟大家介绍一下唐西风月 我相信唐西风月到今时今日 也很多人跚跚落岛 而且很多电影都拿唐西做一个时代背景 不过说如果讲回香港的唐西风月 与三四十年代的大上海比较 我上一回都提过了就是小望见大望 而且有很多东西都是承习于上海人 如果大家有看过我之前所播的《香港花月行》 是讲大上海的风月场所的话 大家就会发觉 跟着我下来所讲的唐西风月 它大致上都是跟上海差不多 先讲回当年在香港 如果那些有钱人想去召忌是要怎样呢? 当年那些大班或者商家是很早收工的 好像譬如说汇丰银行那样 食宴就十二点 三点钟那些大班就六班了 所以在当时来说那些有钱人那些商家 就一早就约了整班朋友五六点左右 就去到酒楼那里来一个饭局 打牙咬、聊聊天 这个他们叫食头围 他们在当时来说 就会每人写一张花枝 就送去记宰那里 就叫一些阿姑过来 那作用其实纯粹就叫做 聊聊天吃饭的时候 有些美女来穿梭 穿插一下 看看美女而已 一元鸡不是多 对他们来说 但知不知道当时来说 一般人的人工是五元而已 好了 还有那些阿姑来到 你还要打赏的 好了 那些阿姑来到 只是跟你打个招呼 嗨 陈大笑 嗨 二世祖 聊完之后就走的了 好了 那跟着又怎样呢 跟着呢 如果他们有兴趣 想见那位阿姑 那他们跟着就来吃美围 那吃美围的时间 就大概是八点多钟 吃到十二点钟 那时候如果那些红牌阿姑 觉得这位大笑都挺阔着的 那他就会回头 就坐在你后面 就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帮你浸一下酒 跟你猜一下妹 那时候 那时候那个阿姑的位置 就叫做后土了 好了 那吃完美围 阿姑又走了 那这个大笑 那可能呢 对这位阿姑有兴趣的时候呢 就走去记载 那儿就找那位阿姑了 那如果你跟那位阿姑是很熟的呢 就有机会 入他香归里 就跟他喝茶 聊聊天 但如果你跟那位阿姑不熟的呢 那没办法了 你就唯有坐在大厅 那就有位疗口阿嫂呢 就会跟你聊聊聊天 浸一下茶 给瓜子你吃 那在香港就叫做打水围 而在上海呢 三四十年代就叫做打茶围 好了 那日久 一路这样 久而久之 打得水围多了 同家姑熟了 又给得钱多了 例如大事大支 中秋节 七姐节 或者是新年 都去到打赏给所有的人 又给点钱阿姑 还有 原来新年的时候 阿姑煎糕给你吃 历牌的了 五十元一底 跟着去打赏 洗够钱了 到时呢 龟婆就会跟你说了 喂大师 如果你想做小红 当他是小红 小红的任睦之斌的话呢 不如摆个霸王夜宴吧 什么叫霸王夜宴呢 其实霸王夜宴呢 就好像摆酒娶老婆那样 在当时来说呢 就要请了整个技棧里面所有的人 七八十天 吃饭 还有自己的朋友当然 就会有一队中学队吹哆哆哆哆哆哆 门口挂灯笼 好像草新婆那样 或者草老婆那样 好了 吃完霸王夜宴呢 当然事前就在酒店订定房间 就等个阿姑来了 但个姑不一定来的喔 如果个姑对你有意的 或者他不想丢鸡的 他就会来 如果不是呢 他就会不来 不来的时候呢 那位大小子在间房里 镀下去镀下去 镀下去 他心碎碎的 当时有句话叫做 干煎石斑 好像一条石斑放在牧上 没下油 什么都没有 啪啦啪啦 干煎石斑 好了 可能你们会说 摆了霸王夜宴 花了这么多费 那个阿姑不来 你就可以告他 不讲大家都可能不知道 原來當時的香港法例是不會保障任何人借錢給記仔或者借錢給槍記 因為當時的英國政府來說 覺得所有經營槍記記仔的地方是不守信用的 而且也是嚴禁華人槍記去接洋人的客人 所以如果被發現有任何華人槍記記仔接待洋人就會禁止他們繼續經營 分享到這裡我相信有些朋友如果曾經看過一些舊友的圖片或照片 就會發覺當時的妓女所謂的紅妓或者名妓其實一點都不漂亮 但是為什麼仍然會得到這麼多的商家或者一些異性組去垂青呢? 原來要成立一個名妓不是這麼簡單的 他們有所說的叫做什麼呢? 叫做差、飲、玩、唱、靚這五樣條件要具備有 還有還有就是有大家的風範而沒有清流的習慣 那這些妓女才能夠稱得上是名妓 所以漂亮不漂亮呢?反而不是那麼重要 我相信現在大家都會發覺的了 有很多的所謂美女可能沒有人醉 不漂亮的那些反而被人醉 為什麼呢?因為美女可能切著自己漂亮 就不懂得什麼叫溫柔體貼 反而不是很漂亮的那些就可能是有他們的場處 對了!分享到這裡已經是差不多了 不過在尾聲之前我想跟大家也分享一下 在當時的一些用語 譬如在當時他們有一個用語就說 如果大家放了工趕著去這個妓宅 或者趕著去食頭食尾圍呢? 他們又會怎麼說呢?就叫什麼呢? 就叫什麼呢?就叫什麼呢?就叫什麼呢? 就叫什麼呢?就叫四方帽 或者叫大博士帽 或者叫大火水管 為什麼呢?大家看看粵劇吧 很多時候粵劇做的那些傻傻笨笨 好像梁醒波那些那樣呢? 通常呢就打一頂四四方方扁的毛 好了!講到這裡呢 跟大家分享的香港槍技發展史呢 就已經分享完了